王爷 小心点 别藏头落尾的 出来吧 你们几个跟我走 你们留下保护王爷 是 你们留下保护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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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留下保护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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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王爷 王爷 人家劲 格布 王爷 编板 いつине 秦宫 cos 是 快 快点 走 锦鱼 你这是做什么 大黄秀 你不要怪我心狠 我本来是很想和你合作的 可惜你头脑简单 行事鲁莽 还已经要做皇帝 你留在我身边始终是个祸害 你说 我怎么能留你 锦鱼 你这个过河拆桥的混蛋 你不得好死 你 走 走 锦鱼 你这个混蛋 太不得好死了 你这个混蛋 别动 走 只怪你自己出头 没脑子 活开 你好好看看 我是怎么把我们的计划 进行到底的 皇上 你真是龙颜鹤泰 这么多年也一直不见老 气色还是那么好 是啊 皇上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既是您的大寿 又是锦号新军授封之日 您也一定很开心吧 就是就是 这大寿不大寿的倒也不重要 只是个逾越群臣的机会倒也罢了 只是 这个立新军的事情是让朕极其高兴的 从今往后 朕再也不用操那么多心了 跟你们两个好好地一起享享清福喽 大皇子 二皇子 你们真是要干什么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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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快让开 皇上就在更衣 您不能进去呀 哎呀 您不能呀 锦衣 你这是干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后宫的规矩吗 父皇 并非是孩儿故意不孝 实在是为万分紧急的事情 要禀告父皇 你绑着你的皇兄 这又是为什么 禀告父皇 大皇兄把锦衡杀死了 什么 锦衡怎么会死的 大皇兄安排了杀手 在路上扶起锦衡 锦衡已经惨死在乱箭之下 是吗 大皇兄 我的锦衡 我的锦衡 为什么要杀你 姐姐 姐姐 你别伤着身子了 你为什么要手足相残 你为什么要杀死锦衡 父皇 您别激动 还有事情需要你处理的 你是来报信的 也没必要带这么多人来吧 父皇 宫里出了这么多的乱子 我是您的皇儿 理所当然应该保护您 我已经把宫里宫外 都保护起来了 现在就只等 父皇您下圣旨了 下圣旨 下圣旨 朕要下什么圣旨啊 父皇 现在锦衡死了 大皇兄 又是虎狼之心的人 而其他皇子 都是一群匈无大志的窝囊废 朕下圣旨 当然是应该立我为敌了 好 好 静玉啊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原来目的是这个 逼宫 你 你可真是朕的好黄蛮啊 逼宫 对 父皇您说的没错 可是你想过没有 我会这么做 完全是父皇您给逼出来的 我这是替我的母亲 讨回您欠她的债 父皇 皇儿请您盖上玉玺 你休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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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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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恩 怎么办这的话 哪還能把你接下来 这 삼どもpent不上去 怎么还不来呢 哎呀怎么办呢 哎呀 dun就是 是啊 怎么还不来呢 哎 怎么皇上还不来呀 是啊 就是吗 安理说这个皇上和皇后娘娘 早就应该到了 是啊 怎么还不来呢 哎 怎么 就是 来来来 你没办法你 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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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我的吩咐去坐 是 我 啊 皇上一早起来感觉龙体欠安 嗯 他不参加这个大典了 啊 啊 皇上昨天气色还很好 今天怎么疾病缠身呢 连寿臣庆典也来不了吗 是啊 这皇上得了什么病 太医怎么不说呢 就是 得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办 大家安静一下 万公公有圣旨带宣 别相耍花样 快训 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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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今应安逸王爷 警号九皇子 不幸迅王 啊 哎呦 这怎么会啊 怎么会啊 啊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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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他如此狠心 就像王爷 你手寡呀 王爷怎么会死的 王公公 告诉我王爷怎么会 王爷怎么会 死的呢 你在这里从哪里来的 一号呢 他们是保护王爷吗 怎么会让王爷死掉呢 王爷 我也不大清楚啊 对 你们问 问二皇子 他比较清楚 二皇子 反了吗 圣旨还没有宣完呢 万公公 宣旨 不要摸他 凤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今应安逸王爷 仅好九皇子不幸迅王 仅恒大皇子谋害皇帝 以御伏法 仅好连连 朕敢龙体日益虚弱 朕 决意传未雨 传给神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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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到底怎么了 為什麼他不亲自出来宣布 这都是 亲自 这都是 都是你们这些人 把父皇弃兵的 他如何还愿意再见你们 正因如此 才下圣旨 哪个在捣乱 杀 杀 杀 封天承运皇帝诏曰 尽因安逸王爷仅好九皇子不幸迅王 仅恒大皇子谋害皇帝已遇伏法 好连连 朕深感龙体日益虚弱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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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放下 别动 别动 放下 别动 别动 快走 快走 拿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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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快走 走 快走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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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有我李温虎在 当然没事了 我们小朋友 黄王妃 你们刚才的戏演的可真好啊 你们也来得及时啊 对啊对啊 你们要再不来的话 我们也冲不下去了 小皇帝 原来你们早有计划呀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那如果你是好皇兄呢 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是坏皇兄呢 我就不告诉你 不过呢 我不知道你是好皇兄还是坏皇兄 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了 对不起 二皇子 走 二皇兄 你真的是一个坏皇兄啊 你和林本熙之间的事啊 文湘早就告诉我了 不过呢 文湘想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也想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 所以呢 我就没有告诉父皇 哼 想不到 你始终是一个坏皇兄啊 废话 废话少说 废话少说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想不到我也给你瞒骗了 不过我不明白 我一直暗中监视着你 我亲眼看见你上轿 亲眼见你死在乱箭之下 怎么会没事 怎么会逃过大难 难道你懂得什么分身之术 我又不是神仙 我怎么会懂得分身之术呢 这只不过是西洋的障眼法 你被我骗了 你不相信啊